我在家呢 从最先开始的会觉得不习惯 然后每天也是觉得人心惶惶的 因为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从就是家里的窗户打开 然后外面就是街上完全是空无一人 就是一个影子都看不到 然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凄凉 就觉得从以前 就是觉得以前那种 就是觉得以前那种充满活力的 就是我的家乡 就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然后就是突然变成那个样子 会觉得就是很难过 作为武汉就是第一个发现病毒的城市 就是我们都是过来人 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就是同一个世界 也是也是同一个大家庭底下的 我们要就是齐心协力一起对抗好这次病毒 然后大家在家里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外出 从武汉封城到现在有快三个月了吧 我是一名酒店的从业人员 在这段时间和大家一起经历了武汉封城的日日夜夜 包括医护人员 各地的医护人员援助武汉 我们都一起亲身经历了 很感谢大家的付出 包括所有的援助我们的人和武汉的人民 我们现在感觉是应该快要迎向胜利了吧 我想跟世界人民说 简单的说就是加油吧 我们一起努力 世界人类共同体嘛 大家一定会取得战役的胜利的 从一开始的恐慌到后来慢慢地去适应这个生活 然后再慢慢地去告诉自己的家里人 不要去恐慌 要给自己一个做一个自己的自我疏导 我觉得在这已经快三个月了吧 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也去慢慢地去接受了这个事情 一定要对自己有希望 少接触 少去聚集 人流聚集的地方 只有这个样子 你才能保证自己 那么你保证了自己 你才能保证自己的家人 从我姑妈 一人 12月 1月22号得病开始 然后慢慢地家人得病 到最后 得到社会的帮助 使他们现在都健健康康地出院 平平安安 我做志愿者也是因为 当初那段时间非常 非常不安的那段时间 给了我很多感触 所以我才下定决心做一个志愿者的 因为我觉得武汉是我的家乡 我愿意为它付出 这个病毒非常可怕 人类在这个病毒面前 都非常的渺小 脆弱 然后我们要抵御它的话 首先要有一个 积极乐观的态度 然后还要 团结 你积极乐观团结 就能更快地打败病毒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出自车驾驶员嘛 然后心理上 就产生了巨大的一种恐慌感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嘛 面临着很多的那个乘客 也机会就是感染的机会 几率比较大一点 二月份的时候 随着整个国家把整个疫情控制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以后呢 现在也放松了 整个心情也放松了 也好多了 我们小区的也 也作为一个无疫情的小区嘛 然后现在可以 基本上可以到户外了 进行一些 适当的一些体育锻炼了 这个就感到 感到非常欣慰了 我看到国外一些 特别是意大利 一些新冠肺炎的患者 那种痛不欲生的那种 那种状况 我觉得真的很让人痛心的 我们基本上不出门的 也不在家里 别人家里窜了 一些都是停止的 停止在炸呆 停止吃饭 过年也是不走亲戚 我们中国发生的这个疫情 能够克服过来 但是他们国家 也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自从武汉封城以后啊 一直没有出家门 每天待在家里 看各种新闻 刚开始感觉心里也比较恐慌 因为这个疫情呢 毕竟太严重了 经过武汉人民的实践 有很好的办法就是要 宅在家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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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